本片会示范如何调整Garmin金属表带的长度,使其贴合您的手腕。 调整金属表带所需的专用工具可以在相关的店家或是网络商店上买到。 除了自己动手做,也可以到指定的Garmin服务中心或一般的钟表行,请专人为您服务。 首先,戴上手表,预估要调整的长度。 看起来大约要拆下四个表结。 接着,取下表带。 拆下表结时,建议平均拆下,因此我们要在两侧各拆下两个表结。 Garmin的金属表带有四种形式,各自有不同的长度调整方式。 这是第一种,可以在表结上的孔中看到一道直线钩槽。 第二种的表带上画有箭头,且表结孔从两侧看是相同的,里头的金属针表面平滑,没有钩槽。 第三种的表带上也画有箭头,但表结孔两侧不同,金属针的一侧较细,一侧较粗,且中心有一条细缝。 第四种金属表带的内侧是橡胶材质。 以下会依序示范调整方式,请跳到您的表带的段落。 要调整第一种表带。 您需要准备一支直径约1.4公里的小一字螺丝起子,以及一支直径约0.9公里的冲针。 将螺丝起子对准表结针逆时针转动,将表结针松开。 接着,将表结针取出。 分离表结。 重复以上步骤,将表结一一拆下。 接下来,要将表结连接回去。 对齐表结孔。 将表结针插入。 并用螺丝起子锁紧。 重复以上步骤,将另一侧的表带也装回。 如果需要微调表带的长度,可以从这里进行小于一个表结长度的调整。 首先,将表带完全展开。 接着,以冲针将其中一侧的弹簧针压下。 将表带分离。 请用手指挡住两侧,以避免弹簧针飞出。 接下来,我们要将弹簧针装到另一个孔洞中,使表带变短一些。 首先,将弹簧针装入套管。 将弹簧针的异端插入。 接着以一字起子压住另一端并推入孔洞位置。 这样就完成了。 戴上手表,试试松紧度。 如果还需要调整,请重复以上步骤。 拆下的表结请妥善保存。 要调整第二种表带。 您需要准备一个表带调节器。 常见的有这两种。 以及一只直径约0.9公里的冲针, 一只小一字螺丝起子,与一把尖嘴钳。 表带上的箭头是退出表结针的方向。 将表带放到表带调节器上, 并将冲针对准表结孔。 再次确认箭头是指向退出方向。 旋转把手来将冲针推进, 进而将表结针推出表结孔。 推到底后, 退出冲针并取下表带。 用钳子将表结针取出。 分离表结。 除了表结针,表结孔中还会有一个套管, 请小心不要遗失。 重复以上步骤,将表结一一拆下。 接下来,我们示范另一种表带调节器。 首先,要将表带放入底座。 表带上的箭头要朝下, 并将要拆卸的表结孔对准底座上的孔。 接着,将冲针对准表结孔中的表结针。 以锤子敲打,将表结针推出表结孔。 敲到底后,取下表带。 用钳子将表结针取出。 分离表结。 除了表结针,表结孔中还会有一个套管, 请小心不要遗失。 重复以上步骤,将表结一一拆下。 接下来,要将表结连接回去。 首先,将套管装入表结。 请注意,套管的钩槽侧须朝向箭头的尾端。 对齐表结孔,将表结针从箭头的反方向插入。 接着,将表结针抵着桌面压入表结孔。 最后,用表带调节器将表结针稍微推入表结孔。 重复以上步骤,将另一侧的表带也装回。 这样就完成了。 拆下的表结请妥善保存。 如果需要微调表带的长度,可以从这里进行小于一个表结长度的调整。 调整方法请键两分零六秒。 要调整第三种表带。 您需要准备一个表带调节器。 常见的有这两种。 表带上的箭头是退出表结针的方向。 将表带放到表带调节器上,并将冲针对准表结孔。 再次确认箭头是指向退出方向。 旋转把手来将冲针推进,进而将表结针推出表结孔。 推到底后,退出冲针,并取下表带。 将表结针取出。 分离表结。 重复以上步骤,将表结一一拆下。 接下来,我们示范另一种表带调节器。 首先,要将表带放入底座。 表带上的箭头要朝下,并将要拆卸的表结孔对准底座上的孔。 接着,将冲针对准表结孔中的表结针。 以锤子敲打,将表结针推出表结孔。 敲到底后,取下表带。 将表结针取出。 分离表结。 重复以上步骤,将表结一一拆下。 接下来,要将表结连接回去。 对齐表结孔,将表结针从箭头的反方向插入。 请注意,表结针的分岔端需朝向箭头的顶端。 接着,将表结针抵着桌面,压入表结孔。 最后,用表带调节器将表结针稍微推入表结孔。 重复以上步骤,将另一侧的表带也装回。 这样就完成了。 拆下的表结请妥善保存。 要调整第四种表带。 您需要准备一支开口宽约1.2公里的表耳叉。 将表耳叉插入表结间的弹簧针顶端。 向下压,即可分离表结。 重复以上步骤,将表结一一拆下。 接下来,要将表结连接回去。 先将弹簧针的异端插入。 接着以表耳插压住另一端并推入孔洞位置。 稍微移动表带,确保弹簧有确实进入孔洞。 重复以上步骤,将另一侧的表带也装回。 这样就完成了。 拆下的表结请妥善保存。 以上就是这次的教学。 谢谢收看。